当你不懂得去爱别人 而我们的肉眼去评判 用嘴巴去挑剔的时候 你就是个杀手 在这个观念上 我记得我自己是转不过来的 我总觉得人有问题是要批评的 光说好处不说问题 我觉得这不客观也不全面 等到后来把人心变化的规律 这样一个要素再加进来 让这么做的效果 跟我的初衷链接起来的时候 突然一下子豁然开了 于是乎在我的生命中 使用的就是一种 根本说不通行不通的一个悖论 等到我明白了这些之后 就开始尝试着做一些改变 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关系当中 是他的上级 那么他的问题不恰恰是我责任 没有进到位让他成为受害者了吗 而我这个自认为正确 要批评别人的人 却原来是使作用者 是伤害他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 我竟然没有向他道歉 也没有改进自己的行动 却又把罪责还算在他身上 来证明自己的证据 这几个循环完成之后 我知道我已经是个极端无耻的人了 你们是吗 对孩子是吗 对别人家的孩子是吗